南韓潜水源在沉没的岁月号杜伦内搜索生还者 据官方星期日早上公布的死亡人数上升至56人 还有246人失踪,其中大多数是高中生 包括平民自然者在内的数200计潜水源 为进入沉没的杜伦需要克服喘急的暗流和水底的低能见度 这手载有476人的杜伦星期三在珍岛西南附近海域沉没 目前已知的生还者只有174人 星期三以来并没有发现任何生还者 南韓检察官说杜伦出事的时候留在船舱内掌舵的是26岁的三傅 这是他第一次在这条空险的水道上航行 南韓当局证实船长在杜伦倾福的时候在他的宿舍里 掌舵的是缺乏经验的三傅 当局星期六拘捕船长三傅和另一名船员 指控他们在杜伦沉没的时候不顾承押安逸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 disclaimer 掌黑市场 journey 都只会一 Theo Constitution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